大家好,歡迎來到安娜天堂 今天特別邀請療癒大天使拉佛爾 跟我們一起送神聖的綠光 一起來療癒台灣 祝福台灣早日康復 那等一下送光的時候 大家可以在心中觀想 跟我這件綠色外套一樣的綠光 我們要把療癒的綠光送給整個台灣 祝福台灣早日康復 首先大家先跟我一起深呼吸三次 吸氣的時候想像自己的肚子 像氣球一樣的沖飽氣 然後吐氣的時候想像自己的肚子 像氣球一樣泄了氣 然後盡量的我們吸氣的時候要把肋骨打開 就是感覺胸腔打開 然後跟著我一起深呼吸第一次 吸氣 吸到最薄 然後感覺肋骨打開 然後慢慢的吐氣 然後把肚子裡面的氣全部都吐完 慢慢的吐氣 那接著呢再一次深呼吸第二次吸氣 把氣吸到最薄 想像肚子像氣球一樣的膨脹 吸到最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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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慢慢的吐氣 然後慢慢的吐氣 把氣全部都吐出來 把氣全部都吐出來 想像自己的肚子像氣球一樣吸了氣 那第三次 第三次我們深呼吸的時候呢 試著把嘴角往上揚 好 深呼吸第三次 吸氣 吸到最薄 然後慢慢的吐氣 好 好 那接著呢 我們邀請療癒大天使拉斐爾 跟我們一起送光給台灣 然後療癒天使如果臨勢力比較強的朋友呢 可以看到療癒大天使拉斐爾他主要的光芒 就是像我這個外套一樣綠色的光芒 然後等一下我們送光的時候呢 就要想像我們把這樣綠色的光芒呢 籠罩整個台灣 然後祝福台灣呢 早日的康復 然後接下來大家可以輕輕的閉上眼睛 然後雙手放在胸前 然後慢慢的吸氣 吸氣的時候呢 雙手慢慢的往上舉 讓我們仰起心中滿滿的愛 慢慢的吸氣 吸到最薄 把手舉到頭頂上 慢慢吸到最薄 然後慢慢的吐氣 雙手的手心 往下 然後雙手慢慢的放下來 讓我們連接所有為台灣祈福的聖靈們 還有天使 感謝大天使 拉菲爾跟我們一起送光給台灣 雙手慢慢的往下 再一次的放在胸前 然後再一次慢慢的吸氣 讓我們揚起心中滿滿的愛 然後雙手慢慢的往前推 慢慢的吐氣 然後我們想像 我們雙手的前方呢 就是整個台灣 正的綠光送給整個台灣 送光的時候要觀想 綠光籠罩著整個台灣 好那接著我們想像一下 我們頭頂有一顆綠色的光球 然後吸氣的時候呢 我們要把綠色的光球 吸到我們肚子裡面 然後想像綠色的光芒呢 透過我們的雙手 然後籠罩著整個台灣 祝福台灣早日康復 好慢慢的吸氣 想像神聖的綠光 在我們頭頂 有一顆綠色的光球 被我們吸到肚子裡面 慢慢的吸氣 然後接著慢慢吐氣 想像綠光透過我們的雙手 送到整個台灣 觀想整個台灣 都被綠色的光芒給籠罩 祝福台灣早日康復 持續的觀想 頭頂的綠光 透過我們的身體 送給整個台灣 祝福台灣早日康復 再一次 再一次 想像頭頂的綠光 透過我們的身體 經由我們的雙手 傳送給整個台灣 持續觀想 綠色的光芒 籠罩著整個台灣 祝福台灣早日的康復 好 慢慢的 綠色的光芒 綠色的光芒 籠罩著整個台灣 祝福台灣早日的康復 感覺整個綠光 都籠罩著台灣 好 慢慢的 把雙手往上舉 慢慢的吸氣 然後接著再慢慢的吐氣 吐氣的時候呢 雙手往下 手心朝下 慢慢的吐氣 好 那接著呢 雙手和石擺在胸前 然後感謝大天使拉菲爾 還有感謝手機前的 各位跟我們一起來 做綠光療癒 然後影片的最後呢 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下 經常送光有什麼好處呢 因為我自己經常送光 然後有時候呢 會發現一些很有趣的現象 例如呢 我送光給台灣 然後這幾天可能就會收到 關於台灣的禮物 就像有一次我送光給台灣 然後那一天下午的時候 我妹突然送我一盒肥皂 然後那個肥皂就是手工皂 就是台灣執著的 然後讓我覺得還蠻神奇的 也因驗了宇宙的法則 就是濕出去的力量 都會回到自己身上 我們送出去的光呢 也會回到自己身上 然後呢 影片的最後呢 要真心地祝福台灣 還有祝福影片前的各位呢 大家身體健康 然後祝福台灣早日康復 謝謝大家